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侍奉 我们来看 历代志下33章12节 他在急难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 极其自卑 他祈祷耶和华 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 垂听他的祷告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 人做国位 马拿西这才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我们每个人 包括圣经里面的圣徒 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 大卫 摩西 甚至我们主耶稣的家庭 都有很多问题 有的是 父亲有问题 有的是母亲有问题 有的是 下一辈子有问题 有的是上一辈子有问题 亚当夏娃 堕落了以后 就没有一个家庭 是理想的 总是一大堆问题 包括真实 真闹 不过我们感谢主 我们没有一个出生 在一个完美的家庭里面 可是 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还是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 即使曾经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错误 但是 回到主那里 总没有太迟的 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不可能拿下来了 你在那个时候 你在死亡之中 仍然可以得到拯救 回归到神那里去 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 当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回到主那里的时候 主一定赦免 一定恩待 当然我们所犯的错误 神也会有一些管教 可是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各位 我们不要离开主 我们要快一点信靠主 但这实在是主的恩典 主的恩典就让有些人心比较软 讲了他就听了就信了 我们能够都有这样的福气最好 我们希望我们都有福气 我们渴慕 信了主以后更是渴慕 不要说我已经信了 就已经得到了 没有没有没有 主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有渴慕 我心切勿你如露切勿西水 没有主或者甚至你得到了主 你希望更多得到 我希望更多认识你 这是最好的状况 不信的时候 就有寻求的心 信了以后更加可目善功 也愿意服侍 也愿意学习 因为我们都有这个福气 但是不多人有这个福气 我们多半都很顽梗 悖逆 不愿意听 那么当你不是最好的那种 就是最有福气的 寻求神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 你或我 不要对主那么快就厌烦 最好的是主动寻求神 当然没有主动的 都是圣灵的感动 次好的就是 起码不会那么厌恶排斥 如果很不幸 我们是变成了拒绝神 抵挡神 远离神 那还是一样 希望你不管走得多远 主的那微生的呼唤 总能把你唤醒 马拿西 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父亲 西西加 养大人 可是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 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 那可证的事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去学这些外邦人 他父亲不会是这样教他的 第三节 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加所拆毁的秋坛 又为巴黎足坛做木偶 且敬拜赐奉天上的万象 这个世界很美 这个受造的世界太棒了 因为是上帝造的 但是我们的堕落 就让我们对每件事情有了偏差 我们看到这美的世界 要不然就是说 这是没有目的的 随便碰撞产生的 要不然就去拜这些东西 我们拜耶和华所造的万物 却不拜造物主 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在耶和华的殿中足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殿 说我的名币永远在耶路撒冷 神爱他的殿 神爱他的教会 神爱他的家 得罪上帝 不只是说你跑到外面的宗教去聚会 你是在你自己的家里 在自己的教会 又有耶和华的律法 又有万象 什么神都拜 而且人远离上帝以后 人性也会扭曲 第六节 并在心嫩子骨使他的儿女惊火 这话我们不大看得懂 这是当时迦南的异教友的风俗 就是焚烧自己的孩子 献给那偶像 这种风气 居然犹太人也继承了 使他的儿女惊火 又观照用法术 行邪术 立交诡的 和行巫术的 多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各位我在教会里也看到 很多弟兄姐妹 我觉得真是主的恩典 让他们活出激动耶和华 爱人的心 耶和华何等爱他的心腹 就是我们 就是他的教会 耶和华爱我们 把各样王后的装饰给我们 我们却始终 不专心地追随耶和华 世人就是这样子 在神的殿内 立雕刻的偶像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常常光照我们 耶和华曾经对大卫 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 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 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和这殿 必立我的名 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 我借摩西所吩咐 他们一切的法度 律律 典章 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 离开我所赐给他们 列主之地 这是一个恩典 以色列人以前是流浪的民族 雅各曾经在巴旦亚兰那些地方做流浪的人 亚伯拉罕也是一直在应许之地流浪 没有长存的家 神给我们一个恩典 让我们活在世上有家 那个家就是你们的教会 是家 神的家 神跟我们同住 同行 神不把我们迁移来迁移去 当然我们现在工作会掉的地方 但是我们始终有一个家 一个基督徒 在任何地方 不管你是到远方去侍奉 或者在这个城里侍奉 你有教会里为你带导的同伴 很宝贵 你有关心你的人 很宝贵 我跟耶稣有直接丰富的关系 很好 但是你跟耶稣其他的肢体 也要有一些来往 不是功利性的 我教你的朋友以后 会为我奉献多少 不是 而是真的有朋友为你祷告 我也希望我是很多人的属灵的朋友 能为他祷告 能彼此的辅助 扶持 马拿西或者类似的王 叫上帝生气的就是 你又没有把上帝完全丢弃 你要去拥抱那假神 你把他们放在一起 惹我的怒气 所以第九节讲说 以致他们行恶 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 所灭的列国更甚 那些列国的人 就是拜偶像拜假神 耶和华把他们消灭了 以色列人是拜真神又拜假神 耶和华就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 他们确实不听 就是硬着景象 以色列人是steak neck 硬着景象 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 来攻击他们 用饶钩 钩住马拿西 用铜链锁住他 带到巴比伦去 这都是在讲到说 受到羞辱 这跟新约里耶稣所讲的浪子 真是像 父亲你把我当得地给我 对上帝不礼貌不敬 拿了东西就往远方去了 离开主越远越好 一直要到 猪吃的豆匣都没有的时候 他才 耶稣说 醒悟过来 可怜有些人 猪吃的豆匣都没有了 还不醒悟过来 我们感谢主 很多的人 包括这个可能是 以色列历史上最坏的一个王 马拿西 最坏的 在耶利米书里面 讲耶和华因为马拿西的罪 不肯赦免 不肯饶恕 他们一定会亡国的 可是历代之下 却给了我们一个很稀奇的结果 他晚年是被神纪念的 十二节 他在急难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耶和华现在是他的神了 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 耶和华不仅是他的神 他也知道 亚伯拉罕以撒亚各的神 就是他的神 这句话 是上帝自己来形容自己的 耶和华在焚烧的经济中 向八十岁的摩西显现 对摩西说的话就是 你不要过来 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我是你主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耶稣用这句话来说 神是活人的神 不是死人的神 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只在急难的时候 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在我们风衣足时 很平顺的时候 我们就在神面前极其自卑 天天寻求 天天渴慕 我常常引耶稣讲的一个故事 耶稣要人 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就是说 有一个城里 有一个不义的官 有一个可怜的寡妇 有一个可恶的欺负寡妇的流氓 寡妇 无依无靠 被欺负 除了找官来替他申冤 他没有路可以走 他就找不义的官 但他是寡妇 他没有什么钱给这个官 这个官就不帮他申冤 不帮他申冤 但是寡妇天天去求 天天去求 这个不义的官就说 我不尊敬上帝 我也不惧怕世人 不过这个寡妇一天到晚来烦我 天天来烦我 受不了了 我就帮他申冤吧 这故事我们熟悉 有人官僚不帮你办事 你就去一直烦 一直烦 一直烦 烦到他受不了了 他就帮你办了 这我们很熟悉 社会上很多现象 可是耶稣居然用这个不义的官 来说上帝就是这样 你们听 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 昼夜呼求他 他岂不快快要替他申冤吗 我们要有信心 主会替我们申冤 主会引我们走正路 主不会撇弃他的儿女 不管你多孤单 不管你听到了多少 或者没有听到多少上帝的声音 不管你觉得上帝离不离你 你在上帝面前极其自卑 耶稣发了一个叹息 只是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上帝不是不义的官 但是我们软弱中的时候 常常觉得 神在解决我们的问题上面 太慢了 太慢了 我们就去找别的官嘛 太慢了 我来教会里面 祷告这么久 没有听到回音 我就去信别的神 我看到教会里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就去信别的神 我不要信上帝了 各位 为什么那个寡妇 会最后感动了不义的官 因为她不断地求 为什么她不断地求 因为除了这个不义的官以外 没有别人可以帮忙了 那个寡妇没有任何的资源 她没有办法找到别的官来做这个事 她只好找这个不义的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穷寡妇 当我们求上帝没有门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很多门路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的重点在 我们要有信心 也就是要看自己如同一个无诸的寡妇 除了上帝以外 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 我只有去找她 我们要看自己如同一个寡妇 各位姐妹 我不希望你做寡妇 各位弟兄 我不希望你做官妇 我希望你们都飞黄腾达 都是非常有能力 有权柄的人 谁都怕你们 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 要永远看自己如同一个寡妇 上帝再不理我们 魔鬼再攻击我们 我们要看 我们没有别的路 除她以外 别无拯救 除她以外 别无盼望 除她以外 别无安慰 除她以外 别无平安 离了你 我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能 什么都不是 通常 人只有在 可怜的时候 会在上帝面前这样 我求主帮助 我们天天在做财主 做富翁的时候 我们的心像穷寡妇一样 不敢狂妄 不敢自大 甚至不敢埋怨上帝 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 除她以外 没有路 而我们为什么会常常离开主 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不是穷寡妇 老娘还有一些办法 你摆架子我也不甩你 马拿西 极其自卑 因为她什么力量都没有 祈祷耶和华 这个祈祷一定跟浪子的很像 一定跟寡妇 像不义的关球的很像 可怜我吧 像另外一个寡妇 我女儿被鬼附得好可怜啊 我没有办法 除了向神呼喊以外 没有别的路 耶和华使她归回耶路撒冷 人作国位 马拿西这才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如果我们这里有弟兄姐妹 没有经过流放的日子 没有经过监狱的日子 没有经过委屈的日子 没有经过任何的艰难 你仍然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你真是有福了 我们常常知道 神是独一的真神 神是美好的 神是看过我们的 要在很艰难的状况中 你在很艰难的状况中 认识的神 好有福 但是你能够在 没有艰难的状况中 也认识 唯独耶和华是神 乃曼将军也说过同样的话 如今我知道 普天之下 除了以色列之外 没有神 我们不是只是知道 这位是神 我们也就单单地敬拜他 单单地赞美他 荣耀他 依靠他 哎呀 此后马当西所做的 是犹大和以色列家 没有一个王 在他晚年的时候 做得这么好的 此后马当西在大卫城外 从古内积训西边 直到渔门口 建筑城墙 环绕俄斐勒 这墙族的甚高 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 设立勇敢的军长 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 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 再一次提醒一下各位 耶和华殿中居然有偶像 这实在不像话 就我们可以看到 旧约 耶和华愤怒到什么地步了 怎么耶和华殿里还有偶像 以细节书也是这样写的 耶和华殿里很多的偶像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的教会里当然没有偶像 可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有没有偶像 我们每个人心里 有没有把某些 功成名就的事当作偶像 某些受人欢迎的事当作偶像 我们不是不要有自己的兴趣 渴慕喜悦的东西 女孩子喜悦一件衣服 男孩子喜悦某体育节目 这都不是坏事 但是让我们 单单敬拜这个真神 我们不是被神鞭打 我们是被神恩待 我们就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我们不必像以利亚时候那些众民 天上降火了 他们才说耶和华是神 天上没有降火 天上没有降雨 干旱 不管我们在什么状况中 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 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 我们就除掉外邦人的神像 我们就除掉心中的偶像 我们知道上帝的美好 我们也知道偶像的败坏 我们就除掉偶像 各位除掉你心中的偶像 除掉你心中认为比耶稣 还能安慰你的东西 只有耶和华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 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 都拆毁 抛在城外 重修耶和华的祭坛 在坛上献平安祭 感谢祭 吩咐犹大人 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十六节 重修耶和华的祭坛 这句话 我看了也很感慨 那正是以利亚 所做的一件奇妙的事 神叫以利亚去见亚哈王 亚哈王说 我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 以利亚说 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不是我 我只是说灾难一定会来 你们拜偶像灾难一定会来 他跟亚哈王讲 我们现在不要辩论了 把巴黎的先知和我一起送到加密山上 我们在那里斗法一下 看看谁的神是真神 以利亚说了一句话 也是对我们说的 对众民说 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我们要下定决心 如果耶和华是神 就顺服耶和华 如果巴黎是神 就当顺服巴黎 众民一言不答 因为众民不走这条路 他们都败 都安全 以利亚说 做耶和华先知的剩下我一个人 巴黎的先知有450个 现在我们两批人 各杀一只牛 各足一个坛 不要点火 我们求自己的神 谁的神从天上降火 谁就是真神 众民说 这话甚好 以利亚对巴黎的先知说 你们先选一只牛 你们先跳舞 从早上开始跳 到了中午 以利亚细笑他们 说大声求告吧 因为他是神 你们大一点声音把他叫醒 他们大声求告 按着他们的规矩 用刀枪 自歌自刺 直到身体流血 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 他们狂呼乱喊 没有声音 没有应允的 也没有吕徽的 好棒啊 你看到这些人 拜了假神 经不起一点考验 以利亚对众民说 你们来到我这里 众民就到他那里 他便重修 已经毁坏了 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对众民说 我们要重修 已经毁坏了 的耶和华的坛 然后非常严肃的 以利亚照雅各子孙的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耶和华曾临到雅各说 你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 为耶和华的民族一座坛 在坛的四周挖沟 可以容古种二戚亚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 把牛犊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桶 渗满水 倒在凡祭和柴上 倒了两次 倒了三次 都是水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 敬前来说 你看又是用这句话 亚伯拉罕 以色列的神 也就是万世的神 永远不过去的神 管理万代的神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 于是 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繁迹 木头石头柴水 又烧干沟里的水 连石头都烧尽了 众民看见了 就俯伏在地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我们真是很需要 这样的神迹 这样的神迹 对不起 没有用了 当天上降火下来 众百姓都非常刺激 耶和华是神 他们的刺激感动 可能不到24小时 降火之后 就降雨了 因为巴黎的先知被消灭了 神愤怒的原因消除了 就降雨了 降了雨的时候 伊利亚树上腰 跑在亚哈马车的前面 跑到耶色列的 他以为国王和百姓 会站在他那边 没有想到 耶喜别比他还凶还厉害 我明天容你活下去的话 愿神罚我 伊利亚没有想到 他那么辛苦 所做的那么多事 百姓说 唯有耶和华是神 这个效果这么快就过去了 一个人很兴奋 一个人为主大发热心 一个人使天上降火 大家都说耶和华是神 这多么了不起 然后马上被浇了一盆冷水 没人帮助他 他就求死了 耶和华后来把他 招到和列山那里 问他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 伊利亚说 我为神大发热心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鬼坏了你的坛 他们还要来杀我 我做的结果 没有一个人帮助我 耶和华在那里说了一句 很重要的话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各位神为自己留下了 不向巴黎屈膝的人 不但不向巴黎屈膝 而且能够传扬上帝的名 我们感谢主 历代自下33章18节 马拿西其余的事 和祷告他上帝的话 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 警戒他的话语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他的祷告 与神怎样应允他 他为自卑以前的罪迁过犯 并在何处建筑秋坛 瑟利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 都写在和赛的书上 马拿西与他的列祖同睡 葬在自己的宫里 他不是一个好王 但是他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西方有一句话 He who left last Love best 最后笑的人笑得最好 意思是说我们人生的路程 到最后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那就是美好的 以西结书18章21节 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 谨守我的一切律法 行正直与合理的事 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 22节 他所犯的一切罪过 都不被纪念 因所行的义 他必存活 主耶和华说 恶人死亡 其实我喜悦的吗 不是喜悦他 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浪子回头经不坏 只要你悔改 你最后灭亡之前是会悔改的 那就不计就恶 如果你会说 那我就不要信耶稣 我就不要来教会 我就不要服事 一直到临终前三天两天 我又信耶稣了 我也奉献了 这样我在世上可以享受最终之乐 然后死后又永远永远跟主在一起快乐 各位 有这样想法的人没有得救 我们信靠上帝而行义 行正直合理的事 是幸福的 偷鸡摸狗 懒惰 成功了 那是不幸福的 我们不要觉得说 我在这个公司混了十年 混得不错 真是感谢上帝 各位你混了十年 混得不错 骗了不少的人 并不是有福的事 我们早早地跟主同工同心 侍奉他 爱他 这是有福的事 马拿西王原来是一个恶王 后来悔改了 我们真是很感谢主 但是我们也会说一句话 马拿西王如果早一点就在神的恩典之下 敬拜上帝 这是多么有福的 所以马拿西父亲给他的好影响 他没有受多少 在神极度的严重的处罚的时候 33章12节 他在极难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 感谢主 但是我可不可以求神帮助我们 在平顺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我们的神 且在我们的神面前极其自卑 不要到极难的时候才自卑 在非常平顺的时候 在人都说你好的时候 当你被称赞的时候 被高举的时候 你都极其自卑 因为照着我们的本相 我们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能 基督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我们为马拿西感恩 我们为你为我们预备 奇妙的救恩感恩 我们为我们不断地有机会悔改 重新做人感恩 我们为我们能够不断经历福音的宝贵 耶稣爱的大能 圣灵的奇妙 我们天父美好的旨意 我们感恩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而归荣耀给你 看到同胞的可怜而抢救灵魂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